嗨 歡迎收看超人真少年 今天要跟大家講射出 啊 我 射出這個動作是在 每天 每天你都會使用到的 射出這個動作 其實是在每個人每天你都會接觸到的 舉凡我們使用的電腦外殼 瓦線盒 或者是汽車零件 或者是像汽機車的漫把外殼 或者是像是一些水電的三通啊 還是我們在電鑽的許多外殼啊 它其實都是射出來的 這個時候我們在業界都會跟人家說 啊 這種蝦的 這個裝出來對不對 通常不會這樣講 射出製造的原理呢 首先它會用很多很多的塑膠圍粒 這些圍粒呢看起來很像是你在一些 聖代啊 冰淇淋啊 灑的一些餅乾糖果的樣子 非常的像 然後呢下一個動作就是把它加熱融融成一體狀 讓它經過一個導口流入你的模具當中 而這個模具呢就是在我們以前常講的 CNC的這個東西製造做出來的 當它流到這個模具裡面之後呢 它的溫度當它降溫了之後 它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一個射出的完成品啊 所以射出的完成品它是一個非常精到 許多精密計算 跟許多需要實驗去調配出 好的溫度 或者是好的流動方式 或者是好的住口 跟一些各種奇怪的條件下 去做出一個最完美的工具 所以在塑膠整個製程當中呢 它會簡單分別成五個步驟 塑化 射出 保壓 冷卻 脫模 基本上就這五個動作會完成一個射出產品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暴力的一個行業 多暴力 多暴力喔 像上次那個一樣 而在這個年代呢 也是這一集我特別想要講的 一個跟人類最息息相關 基本上每天你都會黏著它好幾個小時的塑膠射出品 手機 殼 因為這集非常的重要 我也希望家裡有孕婦小孩小狗的人可以特別去注意 其實手機殼的成型裡面 它有包含了非常多種的化學物質 也因為我常會在路邊逛街 或逛夜市 所以我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種的手機殼 非常非常多種價位的手機殼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真正的材質是什麼 它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製造出來的 甚至它對於這個環境 或是對你的雙手 或是對你的 有什麼樣的影響 如果以工業的材質的製造來說 目前其實大部分的手機殼有這四種 第一個 TPU 第二個 矽膠 第三個 雙分A 第四個你可以把它講成叫做 PC硬殼 或者是柴殼 這幾種有什麼東西要特別注意的 跟特別不一樣的呢 今天我們就以一個製造行業的人來告訴你 TPU 它一開始在全新的時候摸起來很軟Q 但是它只要經過紫外線的長期造色 它就會慢慢的變黃慢慢變黃 所以當你今天你的手機 它以為是透明的 然後變成黃色的 大部分你就是TPU 而大家也說TPU 它是一個好像可以回收的材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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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回收 沒有錯 但是它是一個在特別條件 特別的土壤 特別的環境下 它才能夠分解掉的 但是基本上呢 你拿去回收場賣看看 沒有人要回收 TPU 透明的手機殼 大概長這個樣子 我這樣拿應該就不會得罪任何人 大家應該看不出來 第二種常見的色素材質就是矽膠啦 矽膠的優點呢 就是它很软很柔顺 我相信很多人大家的深夜玩具里面 应该也会有矽胶的这个角色存在 但是矽胶呢 如果今天你一闻它的味道 有一种非常怪异的味道的时候 奉劝你就不要碰它了 我只能说到这里 我现在已经够危险了 但矽胶呢 它其实也分非常多 矽胶也算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材质 它从一路从医疗矽胶 到非常破烂的填充矽胶 就是各种都有 那iPhone他们自己本身的原厂壳呢 它其实就是矽胶的材质 不过你放心 iPhone原厂敢卖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第三种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危险的 就是双分A AKA BPA 也就是双分A的意思 或者是你在 它的后面的材料上面 你会写BPA 就这两个东西 它都是一样的东西 双分A这个材质 它本身的特性就是有耐冲机器 所以它很常被拿来做成手机壳 不过它其实也是一个有毒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你在热感应的发票纸上面 它都里面有写说 括号不包含双分A 或者是不含BPA 所以不只在国外 其实在台湾早期就有立法说 不能使用像我们的那个热感应的发票里面 不能含有这一类的物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究竟每天你拿着发票的时间比较多 还是你拿着手机的时间比较多呢 发票有立法禁止 手机却没有 我只能说到这里 我现在已经够危险了 这个东西它到底会影响什么东西呢 我相信平常有跟我相处的朋友 或者是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一些朋友 如果今天他老婆怀孕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手机是用这个材质的 我就会坚持的希望他去换手机壳 不然就换老公 因为其实BPA这个东西 它会容易造成胎儿肌型 而且它也会容易因为你手的触摸 会经过皮肤的吸收 甚至如果你家的狗 它会咬你的手机的 它也会吸收 所以如果你是孕妇 或者是你是小朋友 都尽量不要让他去使用 就是双分A或者是BPA这一类的 手机材料的手机壳 很重要喔 回去看一下检查你的手机壳材质 第四种就是PC硬壳 就是彩壳啦 这个东西它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成一个 不太能弯 然后比较硬的塑胶 而当你看到后面有写PC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代表它是在PC后买的 或者是它是Personal Computer 就是你的个人电脑 而它的重点是它是聚碳酸子 那这个材料呢 它的特性就是特别硬 然后也不好弯曲 所以它的冲击程度 就是用硬碰硬的方式去解决的 而这一集呢 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小弟我啊 在中部的制造业跟工业工程业 算是有小有名气率一点点的 小小小的一点点的名气 所以我们很常会跟不一样的老板 厂长或者是技术工程师 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聚会 所以基本上 在台湾制造了什么东西 我们大概都知道 虽然它是什么国外的品牌 或者是它是什么国外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制造业里面 大家的口风都没有那么紧 所以什么公司 什么工厂在制造什么东西 我们大家都会互相交流 然后因为新的iPhone 9月份又要出来了嘛 所以基本上买手机的人 你就一定会买手机壳 然后呢 我们就聊聊聊聊到一间公司 然后之后旁边那个做制造手机壳的老板 就在旁边跟我说 你不知道 那个小小的 已经奥乡应该在小吃吗 你不知道材料多贵吗 有一个疯子 不是不是一个疯子 是两个疯子 他们呢 用了一个很特殊 很贵的材料 跟很特别的一支型号 然后去做手机壳 然后基于商业道德呢 所以我们是在 这支影片不会告诉大家 它是用哪一个型号 哪一个材质 反正我讲了你听不懂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说 这间公司非常的chill 如果他们有一天 上市上柜的话 记得买他的股票 然后他们公司从 很短的时间 小小的从5个人6个人 然后瞬间 棒棒棒棒棒 在这几年里面 它变到700个人的公司 而在我们业界呢 我们都以为 它是制造业的公司 不过 当我在这几年混酒的时候 我才发现 它根本就不是制造业 它是科技业的公司 而这间公司 的名字就是叫犀牛顿 你听起来没什么对不对 你知道它有多厉害吗 他只有做手机壳而已 我跟你讲 手机壳是他们的假象 坏人头卖狗肉 你知道它真正 厉害的地方在哪边吗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他们这个创办人 他的学长是谁 我讲出来你就 把他吓死你 福尔泰你认识吗 有听过 有听过吗 土林你知道是谁吗 也是有听过 有听过是不是 那我讲两个 你一定知道他在干什么的 牛顿 对就是那个牛顿 苹果掉下来 找到他头的牛顿 然后还有一个 达尔文 就是那个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 不是那个007 而这些我提到这些想当当的人物呢 他们都是 西牛顿创办人的学长 而重点是 这两个创办人 是台湾人 我以为这个时候你们会想 喔~~ 耶 很 Cum 你知道這是我們在業界聽到的傳奇 他們雖然在製造業裡面打混 但是他唯獨有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就是沒有學到製造業裡面少部份人的一些行為 就是操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時間都是在研發東西 他們當時是怎麼起來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 iPhone 4 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以前 iPhone 的面板 然後他換成玻璃的面板 而當時犀牛盾這個犀牛先生這兩個創辦人 他們在念那個劍橋大學學博士論文的時候 因為他們念的是材料 所以就在iPhone4大家在講說他手機很容易摔爆的時候 他們就用材料的原理去研發出了一個0.29mm厚度的薄片 而這個薄片他就在Kickstarter上面募資 然後在2012年的時候就成立了 然後募資起步之後就發現書也不用念了 不是 然後募資起步之後就回到台灣 然後就開始大搞特搞了 然後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犀牛盾直言公司 而他就是位於台中 厲害吧 台東人派 老闆都非常的年輕 基本上就是兩位超認真少年 那該不會是你 不是我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以賣手機殼 我還去到這邊拍片嗎 你有賣手機殼啊 對我有賣手機殼 各位老司機如果你需要尺寸比較的話 不管你是做木工做鐵工做裝潢的 還是做水電的 你通通可以用老司機尺寸錶的新柔頓手機殼喔 好那這集就這樣子 沒有這也是因為我們在製造業之後 就聽到了許許多多的品牌風聲之後 我們願意跟他們合作的一個品牌 他們老闆其實非常的年輕 非常年輕喔 基本上你想像不到的年輕 大概就六歲吧 就真的是笑人啦 所以也在這個影片呼籲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塑膠製成 射出 想要換公司 想要換工作的話 歡迎可以到那間公司去應徵 然後勒 這個就是現在在我們製造業當中 傳說非常神秘的配方的 CLEAR透明手機殼 它的旁邊這些小按鈕勒 都可以自己去配你的顏色 這個框都是可以拆起來的 就像這樣子 而這個公司呢就是 大家都覺得它是製造業公司 但我們剛有提到 它其實是科技業公司 所以它其實就是 守護科技 守護環境 然後守護你的個人風格 你知道怎麼守護你的個人風格嗎 保護你的personal style Protect your phone case by yourself Customize your phone case Save yourself 就是守護好你自己 現在保護手機 就像保護好你自己一樣 手機比較重要還是你比較重要 當然是你 當然是你呀 當然是你呀 手機跟你掉下去了 你要先救水 舊手機 在路上下大雨人要保護你還是保護手機 手機 保護手機 你知道它為什麼會是科技公司嗎 其實有一些現在還不太能講 但是它目前現階段做到的就是 它把一些 回收物品 重新再製 然後變成手機殼 然後變成繩子 比如說什麼 跑特瓶 把回收殺線 然後做成那個掛繩 你的掛繩勒 千萬留心槌 新的材料 新的科技 所以它五年都不會變黃 你知道手機為什麼會變黃嗎 氧化 再猜 太陽直色 結果我們是黃總人 等一下講 黃總人應該可以剪吧 可以 黃總人可以啊 就是自己可以講自己玩笑吧 我不能講別人 一般來說 大家會看到手機會變黃 它其實就是TPU 因為TPU它又可以像是一種 叫做變黃性素質 大家因為聽到素質 是不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詞呢 其實素質小弟也算是 不管你一般聽到的 還是什麼 藍寶素質 它又為什麼叫素質單不一樣呢 這個有機會我們在拍一集 跟大家好好解釋解釋 總而言之 製造業是一個 非常好玩的過程 但你知道如果手機變黃了之後 它應該怎麼辦呢 沒有 網路上有非常多的 手機變黃可以變白的方法 找媽媽買新的給你 媽媽 媽媽10塊 1千 媽媽1千 我要手機殼 欸 手機殼有台語的名詞嗎 手機殼沒有台語的名詞耶 手機殼很 帥啊 對啊 不帥啊 應該有一個比較帥的 你有沒有要要機殼嗎 機殼聽起來不是蠻厲害的 術語不就是這樣傳遞下來的嗎 從今天開始 手機殼的台語就叫 機殼 OK 你有沒有要機殼嗎 你的機殼怎麼紅了 你的機殼是塞的嗎 那基本上呢 你在網路上面看到那些 如何讓 透明手機殼 變黃又變白的方法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結論 那些都是唬爛的 你不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直接告訴你結論就好了 按照工業上的化學材質原理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那以上 那以上就這樣 拜拜 你們要做事業 你們自己做 星尾盾呢 你們不知道嗎 他不是可以兩公尺嗎 沒事 是 那我們現在用 微生紙把插子 對 沒有 沒有改變 是我刷不夠久還是牙膏不夠強